政府为压止住宅物业的草风 自2016年底将住宅物业转样和买卖的标准重价印花税 一律改为楼价的15% 一般人买入住宅楼宇的时候 就要给这个15%的印花税 这对买楼自住人士构成一项沉重的负担 所以对于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果是首次置业的话 政府则按照另一个较低的第二标准税率来征收重价印花税 第二标准税率是按楼价价值逐级递递增 但最高的印花税率都只是楼价的4.25% 当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 将自己拥有的唯一住宅物业根换买另一个住宅物业的时候 政府也为他们设计了一套程序 令他们实质上只需比较低的第二标准重价印花税 减轻他们的负担 买入新单位的时候 他们需先行挑交15%标准印花税 大部分事后可获退还 但这位换楼的业主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 第一,他必须在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二,他必须在香港只拥有一个住宅物业 要特别留意,拥有物业的定义好果 即使物业是以收托人名义持有 他仍然会被视为拥有该物业 如果他与其他人联权拥有一个物业 或者他是该物业的分权拥有人 只占有该物业的部分业权 他也会被视为拥有一个物业 当某人刚刚签立一份买卖协议 扣入物业的时候 虽然未正式成交 他也会被视为拥有该物业 当你从一位已故人士的遗产中 正式承计了物业的时候 也会被视为拥有该物业 第三,旧单位必须在新单位成交日的12个月内售出 即已定立买卖协议出售旧单位 第四,买入新单位的时候 他要先行缴付15%的重价印花税 出售旧单位之后 可以提交证明文件申请退还部分印花税 退还金额会相等于已缴付的重价印花税15% 以及按第二标准税率计算的较低重价印花税的差额 退款申请一般期限 是新单位的买卖协议签立日期后的两年内 或者出售现有住宅单位的流契签立日期后的两个月内 两者以较后者为准 申请人需提交IRSD-125A 连同所需的证明文件